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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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天气很好 所以到室外跟大家做节目 如果背景色情有一点吵闹啊 那是几个印度的小孩在游泳 他们很高兴嘛 所以就会发出尖叫 今天要跟大家讲什么呢 其实我以前 在很多期的点点今天事 曾经讲过 就是说习近平的决策系统 授举于政治机器人 在很大的程度上 他是被蒙蔽的 甚至他去实施工作 也是被欺骗的 很多的所谓的被视察的人都是事前安排好的群众演员 并不是真实的一个自然的一种状况 那我讲出这些情况呢 是让大家去了解 中国政治变化的真实情况 也了解习近平 他的决策的过程 他本人的一些状况 这些情况呢 应该是有助于我们了解 中国的真实的政治 但是在现在这种 网络泡沫的时代 尤其是这种社交媒体 每个人都可以讲话的时代 那么有的人就可以 无所顾忌地提出指责 说你这是洗地 洗地 其实你看看今天 大家流传在社交媒体上面的习近平去一个社区去实察工作 去了解情况 问那个菜的价钱 其实那不是社交媒体啊 听说中央电视台都已经播了 但是因为呢 实在是露出了非常明显的破绽 先去问这些群众演员 说他们价钱是多少 然后没想到习近平还跑去问那个 在里面党勺的师傅 结果问出完全不让的价钱出来 这样一种破绽啊 其实还都是小事情 但是这种小事情呢 是非常的普遍 非常的普遍 因为习近平要到哪个地方去 基于安全的原因 也基于呢 让他被这些安排的人控制的原因 要他掌握了解的信息 实际上是由其他人所控制的 并不是习近平能够掌握得了的 所以事情都做了很多的安排 甚至有的是几年以前 有的是几个月以前 甚至有一些企业为了排习近平的马屁 为了跟习近平合张影 像比如说跑到一带一路 某个国家 比如说明年后年 习近平可能能访问了 赶紧到那里去设一个点 因为当地啊 中资企业不多 有了这么一个中资企业 想办法跟领事馆 大事馆搞好关系 把习近平来一下 对吧 即算是你们来不去的 在那里去办企业 你就满企业都可以 比如习近平到英国啊 到德国啊 他不喜欢球吗 那么那些企业家赶紧去买下一个球队 让习近平呢 经过某一个球场 或者是球队 或者是某一个场景 就显示出习近平支持 由来习近平的这种支持 什么事都好办 所以这样一种状况啊 所以你怎么去相信 习近平能够掌握真实的情况呢 他不仅仅在地方上视察工作 习近平是被蒋大空 群人演员 为了好的这种场景 所蒙蔽 他自己还不知道 当然他也许知道 也没有办法 那么他即算是坐在中南海 坐在中南海 在北京开会 过来是在中南海办公 他所听取的那些报告 他所看到的那些文件 他所批示的那些所谓的信件 很多都是 不能说是伪造的 而是掩盖了很多本质性的真相 除去选择那些 习近平喜欢看的 或者是通过关系 让习近平知道的一些事情 要习近平批示的一些事情 所以习近平的这个决策啊 首先呢 他的这个决策的信息来源 就出了基本上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 受制于他自己个人的见识 他的这个判断力 所以呢 对他的这个决策啊 真是令人担忧 那有了这个例子 大家就明白了 我之前 为什么讲习近平被误导 被高气黑 当然我也做过一些 一期节目就讲了 是高气黑 是存在的 但是有一些也是自黑 对吧 那么现在被误导 确实是真实的 大家已经看了这个场景了 但是有一些呢 也是自误 也是自己愿意接受这种误导 或者自己本身 的见识的问题 境界的问题 判断力的问题 也是自误 那你去想一想 就是说 习近平有一种 非常 一种感觉 他有一种感觉 根据我所得到的这个情况 什么感觉啊习近平 就是时间非常的紧迫 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 权力实在太大 权力实在太大 到处要行使这个权力 时间 太少 能够跑的地方太少 接了这么多组长 当了这么多委员会的主任 每天开会都来不及 而且 要打顶各种关系 平衡各种关系 然后批示各种信件 他真的说 我很怀疑他 有没有时间 静下心来想一想 为什么 他上台之前 那么好的一个民众的期待 现在变成了一个 这么多人对他的讽刺 挖苦 对他的一种失望 而且是 国内国际的形势 可以说是一团乱 一团乱 对内靠的就是 枪杆子 维稳 这帮维稳的团队 维稳的队伍 为了讨好习近平 也为了稳定这个政权 无所不容其极 做了无数的卑鄙的事情 无数违反乱节的事情 但是这些事情 不要说未来这些人 他会造到清算 而是说 现在这样做 反而制造了社会上更大的矛盾和冲突 使政权更加不稳 使习近平的形象 受到更大的伤害 那么国际上 以为 有了几个现金 有了这么一个市场 作为诱惑 有了一大笔支票可以投资 那么 可以在全世界 耀武仰威 得到了很好的接待 感觉到 中国真的是成为了一个中央大国 一方面是万国内朝 另一方面 到全世界各个国家 多数都欢迎 而且是热烈欢迎 我曾经讲过 为了全世界 对于很多国家来讲 最受欢迎的领袖 就是习近平 因为习近平可以搭来支票 但是这种欢迎 是表面上 不是真正具有 内在价值 是靠金钱的 是靠金钱来维系的 一旦金钱的这种关系 维系不了 不能持续下去 问题很快就爆出原因 而且在金钱和价值的博弈过程中间 真正西方的国家 如果看到了他们的价值 遭到挑战 甚至面临了一种病毒的侵蚀 他们很有可能 会联合在一起 一旦联合在一起 这个力量是非常的强大 非常的强大 这就是西方政府的一个特征 做一个决策很不容易 但是一旦形成决策 要逆决 也不是那么容易 因为它受制的因素 非常之多 那么现在中国 现在已经处于这种边缘 中美之间的贸易战争 甚至欧洲很多国家 对中国的警惕 澳大利亚 印度 日本就不用说了 甚至东南一些国家 都开始对中国 提高警惕 那么你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个习近平 有多大程度上 可以得到准确的消息 得到准确的 多方面的 研讨 进行这个形式的判断 我是非常关键的 因为他的周围 都是一匹马匹巾 都不敢讲真话 因为你讲真话 下一次就没有你的机会了 你都接近不了了 所以也只好 顺着皇上的思路 顺着皇上的喜好 去提供这个情况 甚至包括 王复年 这样已经成为政治局常委的人 都不敢去 对习近平有任何的修正 那 那你 刘鹤也是这样的 同学也是没办法 直接的去 对习近平提出什么不同看法 只是按照习主席 习总书记的指示办事 一个已经是常委了 一个是政治局委员了 情况都是这样 那你其他的跟他关系 更远的官员 谁敢讲真话 但是在这个时候 各种报告 各种信件 各种关系会踩上来 习近平就批示 一批示 那就是 巨大的力量 我昨天 透露了一个消息 在点点今天事里面 讲到了习近平 给这个海航定信 给这个海航 要给予支持 要准确他 向社会上发一些债务 也要求 债权人 上升到中央商业银行的领域 这个级别 来妥善地处理 海航的债务问题 而且给了 海航定信委 是个流动性的问题 也就是资金流动出来的问题 那么这个消息 后来西方的几家专业的 采集媒体 也进行了强细的报道 讲得比我还要强细 当然 我有些方面比他们更强细 有一些素质他们比我强细 但是有些素质他们也未必准确 比如说彭博社说 它的总债务 海航的总债务大概是5900多亿人民币 那么根据我的了解 或者是跟对海航情况 比较评估的人看 应该不止那个数字 应该是7000 甚至到8000亿左右 你除掉去年以来 进行的慢慢慢慢 就是把它的一些资本 出售 出售的资本大概900多亿人民币 那我们就算它1000亿吧 那你除掉1000亿 那现在大概 海航的债务 是6000亿 人民币左右 那当然 跟这个彭博所讲的 5900亿 我讲的是7000亿左右 7000亿左右 彭博社讲的是5900亿左右 还是有大概 千百亿左右的差距 当然 我没有经过精确的计算 彭博同学社 它毕竟是财经媒体的 专业性非常强 我支持一般性的 这种媒体人 并不擅长于 财经方面的分析 所以 彭博同学社 提供的情况 大家更有参考价值 我只是 作为一般性的 评估 虽然也有专业人士 给我专业上的指点 但是 我也不能保证说 我提供的数字 就完全那么准确 但是对海航 内部人业的情况的介绍 我 彭博同学社 他们没有指出来 那我在里面呢 昨天点点今天事 比较明确的指出来 参与这一次的 跟中央银行的中央人民 中国央行的人民银行的副行长 这个会谈的 这个会谈里面 是四位人物 陈锋 就是 主席 王健也是主席 然后 谭向东 CEO也是总裁 然后还有 徐周金 徐周金是 财务总监 那么他原来 是一个海航的 抱歉 海航的三级公司的一个财务总监 之所以提拔的这么快 还不在于他的能力 而在于 海航的 财务总监是非常不好当 因为 资金啊 在海航这么一个庞扬的大企业里面 一直是最紧张的 他们的资金的使用时间 是以小时小时计算 虽然海航 拥有无数的企业 但是呢 每一天 都需要把所有分公司的资金 要聚入到 整个公司里面来 那么这些资金要 及时去干什么呢 要调配去 支付那些银行的 鼻子 就是利息 利息非常地巨大 不要说利润 就是银行的利息 是海航的第一大问题 所以 西野福欧 财务总监 他非常紧张 因为非常紧张 压力很大 那么这个位置也是不稳定 所以平凡更换 那么已经混成一个 三级公司的徐周金先生 都已经上升到了 海航的 整个集团的 西野福欧 那么他参加了昨天这个会谈 这个应该是 在西方的 几个专业的财经媒体里面 都没有提到的 当然西方的财经媒体里面 更没有提到 就是这个事情的 最高指示 来自于 习近平 而不是刘鹤 如果是来自于刘鹤 还是来自于 李克强 都可以明确讲 只有来自于一个名不正言不顺 但是他又有 最高权威 他有最大权力 对吧 这么一个人物 所以 在比较含含吾吾 可以隐瞒他的名字 实际上他就是习近平 还有消息说 当然传说很多 就是 我昨天这个点点今天事 果然中国的官场 商界人士 也有的看了 马上看了 因为他们不是YouTube看的 他们是把他压缩出来 通过一个微信 什么东西 在中国大陆的一定圈子里面 传说 传看我这个点点今天事 那么 有的人提供了一个消息 一个说法 跟大家参考 习近平为什么做这个决定呢 还不是王岐山去找的 习近平 而是一个叫马晓丽的人 说马晓丽啊 跟习近平写的封信 这个 马晓丽的写信 等于是代替 王岐山去求情 那么 这个说法 有多大的真实度啊 因为来源啊只有一个 有时候你来源一个 这个你也不能 不顽其相信 因为它有一点的权威性 但是呢我是跟大家讲的 只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就是说 这种说法 只是一种参考 就是 只有马晓丽女士本人 才能 她的说法才是可信的 或者是百分之百可信的 我的这种来源 只是给大家一个参考 但是呢 马晓丽和习近平 和王岐山 甚至刘鹤 他们确实有比较好的关系 因为在北京四中读书 啊 他们是同学 刘鹤啊 习近平啊 四中的时候 然后 马晓丽还是文革委员会的一个领导 好像是副主任还是主任 他后来为文革这个事情呢 还做过道歉 那么他和 陈小龙道歉呢 是大家感觉到非常好 马晓丽也是一位呢 就是在红二代里面 在太子党里面 比较受人尊重的一个人物 那么太子党啊 红二代啊 和中共高级官员一样的 坦率地说 好人比较少 比例比较低 中共的党员 尤其是中共的官员 好人有没有呢 有 不贪的人有没有呢 有 比较少 比较少 红二代像这个 马晓丽这样的 脑子比较清楚 而且价值观比较正确的比较少 虽然受人尊敬 他曾经 十九大之前十八大 好像都给中央写过写 其中是包括要求 公开公布 官员的财产 等等等等 当然 他跟民主人士所捐取的民主自由的价值观 那当然是有很大的不同 但是在中共的这个体制来讲 是很不错的 马晓丽是 出出 原来是中共中央统战部的一个官员嘛 他跟逃住的 这个 这个 这个女儿曾经都是统战系统 统战系统还出了不少不错的人 福德平也是从统战部里面出来的 那么这个 这个 马晓丽跟这个 习近平和刘霍他们不仅是四中同学 而且更重要的是 他们的父亲的这个关系 因为这个 马晓丽的父亲呢 叫马文玉 那么当时候 就是他们属于西北系统的这个 官员 也是陕西啊 这个出来的这个官员 马文玉当过这个 陕西省委第一书地 那是文革以后了 那文革之前 那么这个 他们都属于这个西北局 那么这个 他是西北局的 马文玉是西北局的纪委书记 那么 后来 这个 习近平先生 掉到北京以后 马文玉就成为了西北局的 副书记 在60年的文革以前 这个习近平呢 就被打倒了 正是因为习近平被打倒 所以文化大革命这段时间呢 他就连战队的资格都没有了 所以就要免出来了 他在文革中间呢 受到文革本身更大的冲击 也免除了他在文革中间 摇身一变 变成毛泽东集团 就打压别人 他都失去了这个机会 那个时候 在66年八种情会吧 他上面有一个 不是八 不是八种情会 中共八大 上面 认定了 习近平 贾托夫 然后 刘景奋 三个人是 集团 樊党集团 刘景奋就是刘志丹的弟弟 贾托夫 是当过一叶的 后继部的部长 都是西北局的人 后来贾托夫 68年69年死掉了 是自杀 还是被打死的 我具体忘了 总之少了这个人以后呢 就把马文玉给点上去了 所以叫 习近平 马文玉 刘景奋 反党集团 你看这样的话 他们叫生死兄弟 所以马文玉和 习近平有很特殊的 关系 所以这一次呢 马有力跟习近平 帝这个关于海航的 上书 就有了一个关系的基础 但是呢 这个里面的情况 就像我昨天在 点点今天事里面讲 海航的情况把它定性为 流动性的情况 我觉得是不准确的 不是资金流动的问题 是整体 海航的 结构性的问题 也就是它这个商业模型 有基本的问题 就是用不断的借钱 借钱 借钱 去买东西 你要靠买东西 来产生利益的模式 这种杠杆 只有海航 过去的王金林 还有安邦 还有肖金华 他们敢干 出来了一代商业上的 枭凶 但是这些人 一个一个都被清理了 肖金华下了不明 我之前讲过肖金华 是被军队看管 不是武警看管 记不记得大家听我这么讲过 还是明天报道过 总之我们很早的时候就这么讲过 肖金华被抓也是我们报道了 对不对 不要吹这个牛了 但是至少现在呢 已经印证了 肖金华确实是被军队看管 不是武警看管 而且是在上海附近 那么安邦 这个吴小辉 现在被判了 他现在在翻案 很奇怪这个事情 那不管怎么样 安邦是被灭掉了 那么王金林也打在趴下了 对不对 而海洋 现在得到了 习近平的 定性 那么呢 有没有可能活过来呢 我觉得 我仍然有所怀疑 有所怀疑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说 不是你去 发一些 像社会的一些债券 然后让这些 老百姓 傻傻来投钱 来投钱 然后 就能救得了海豪 也不是说呢 你暂时 让这些诈权人 不要那么去追赞 你继续给你输血 你就可以让海洋救得过来 因为海航的问题 它不是 资金性的流动问题 是整个经营结构 商业模型 建立在一个 人类历史上 很罕见的一个模型上 对吧 所以有人说 你这个海航的神秘的结构 神秘的运作 其实陈锋都不知道 其他人都不知道 只有两个人 才弄得清楚 第一个 这两个人智力高 第二个 这两个人是真正掌握情况 尤其是王健 是海航 真正的老板 昨天 在推特上面有一个网友 跟我来回讲了几句话 我就因为 当时说 王健 是中国企业界里面 非常罕见的 或者是最好的 口才好的人物 这位朋友 他应该是海航的 因为他也见过 陈锋 也见过王健 甚至还去过他们办公室 而且好像工作时间不短 他是了解一下海航的情况的 但是他讲到一个最关键点 又使我有点疑合 因为他说 陈锋的口才 那海航都知道非常好 王健是口才很差 这个就使我很诧异 海航的员工 当时知道陈锋的比较多 知道王健的不是那么多 一般员工 因为陈锋 风头很远 到去演讲 到去接受媒体采访 也要穿一身 很有文化的那种 中国人的古装 还有我最怕那种文化人 穿中国的古装 看起来 太有学问了 比较害怕 但是实际上 如果今天早上 当然又有一位 对海航情况了解的人 就是说 和平讲的对 和平讲的对 其实真正更有口才的是 王健 陈锋呢 其实就是念稿子 讲了几年 也很多年 其实讲的都是一套 是啊 这个海航啊 最顶尖层的人才知道 这个陈锋啊 这个陈锋啊 虽然是海航的一个门面 但是这个门面啊 不管他从南华景那里 学来几句什么什么 神神兮兮的这种学问 还是什么思想 总之啊 他并没有真正独特的见解 并没有真正 深口的分析 看的书呢 这可能是南华景那种书 这个王健啊 看的书啊 那可能是跟这个 世界潮流 世界比较顶尖的一些四层层 看的书 比如今天网友说 他看的是时间结实 他们一起出去嘛 他听了王健的讲话 非常佩服王健的口诚 是啊 王健真正在顶层 讲话的时候 那他是不用讲口的 保佑悬河 信手念了 那则是真正有学问 真正是有口诚 但是他露面的工作 交给了充分 所以是有一些 即算在海上待了很久的朋友 还有未必到这个情况 那我的朋友里面 当然是见过很多的 企业界的领袖 马云大家知道 王健林大家知道 冯隆大家知道 潘世仪大家知道 还有刘全志等等 那都见过 多少时候听过他们讲话 相比之下 王健的口诚 了得 当然口诚 更重要的是 王健才是 海航 真正真正的实情人物 但是呢 这个实情人物 这个了不起的人物 这个很愚智的人物 很天赐的人物 他设计了这么一个海航模式 今天虽然得到了 习近平的定性 认可支持 但是这个骷髅实在太大 能不能停得了 能不能使他 真正循环起来 这就看 王健的本事了 海航的情况 我了解的是皮毛 对中国企业的很多的 真实运作的情况 我了解的更是皮毛 其实在很多方面 新闻人就是皮毛 否则的话 他没办法去关心世界大事 新闻人一个意义上 他不是专家 不是学者 看的就是皮毛 像英国的很多媒体 像BBC 他专门要求记者 不懂体育的是报道体育 不懂财经的是报道财经 不懂政治就是报道财经 这样的话 你才叫大众媒体记者 你讲得太深刻了 那是资深媒体人 或者是专家媒体人 去做的事情 我们一般媒体做的事情 是给一般人看 一般人听的 当然除了关于海航的事情 这几天大家关心的世界白 除了世界白的事情 大家关心中美贸易战 中美贸易战我昨天已经讲了三大原则 第一个 是打打听听 第二个 这是持久之战 第三个 不会全面开战 不会全面开战 不会全面失控 当然 不会全面失控 这是一个比较理性的判断 我们没办法去判断人们的非理性 但是呢 中共这个政府 它在表面上运作的时候 按照政治机器人运作的时候 它呢 是理性在运作 当然这个理性是没有人性的理性的 但是呢 它最近几年的经济高速的增长 经济的力量 使中共领导人 中共官员 甚至一部分民众 都是搞过度的膨胀 它们就开始出现非理性行为 对非理性行为 我是很难去做出判断的 所以如果中美贸易战 最终有打打停停 持久之战弄下去 到了后来爆发全面战争 那是不是我判断错了呢 那我还是能说 我不能清理一句说 我判断错了 我还是相信前面爆发的可能性很低 但是 我要给自己留下一个后路 就是说呢 我这是理性判断 如果按照现在中共这样的狂妄 膨胀 的行为 继续下去 最终引爆全面战争 那我也不能打包票 不能打包票 因为你比如说 像川普 他弄了500亿中国商品的关税征收 这个关税征收的清单 大家很清楚 是经过了一定程度的处理的 调整的 因为主要是听民众的意见 触得了那些跟美国老百姓的消费行为 比较密切相关的事 比如说服装啦 比如说手机啦 比如说玩具啦 轻工产品 对吧 不想影响美国人一般的消费 重点真的是 比较间断的科技 或者是高科技领域 对吧 这样的话呢 就是 500亿对一般老百姓的消费 产生不大的影响 因为川普啊 不管怎么牛 他也得考虑民意 民意决定了他的合法性 如果民意不好 其中选举他的共和党 赢不到那么多票 国会一十手 那川普怎么牛也牛不起来 现在他牛 主要是因为国会长不在他手中 听他话 是和同一个站好的战友 对吧 然后又是三军统帅 又是组统 他不需要兼任什么这个组长 那个组长 这个委员会主任 那个委员会主任 才是至高无上的权利 没得说 而且领导了世界上最强大的政府机器 所以这个川普啊 就有时候变得无所顾忌 但是就算是这样 他真正做很多具体决策的时候 他有一个庞大的幕僚团队 在跟他进行设计 那么这个行政当局最开出的清单 在我看起来 大体上还是比较合理 大体上比较理性 但是中共反击了500亿的清单 就是一切用事 而且呢 伤害川普 这就跟川普不一样 川普一方面童年一倒 但是面子上话还讲得好听 曾经的习主席 我们是好朋友 对不对 然后这个 清清地 明算账 明算账怎么还是清清地 诶 中国一上了 反击这个500亿清单 干什么 伤的就是直接伤的就是川普 为什么 直对川普的票仓而去 打动 龙虾 这些农产品 还有汽车 专门针对的就是中国老百姓的消费的产品 这个跟中共早一段时间的媒体吹牛 它不是媒体 它是宣经工具 说我们要降税 降低关税 为什么降低关税 是让中国老百姓享受到比较好的美国产品 提高生活品质 哇 你现在又算怎么回事了 现在又要降低中国老百姓的品质了 生活品质了 都不让老百姓吃龙虾了 对不对 以前中国人吃不到美国龙虾 对吧 我到很多亚洲国家到香港去 吃的都不是美国龙虾 吃的是 但是澳洲龙虾 颜色和明英洲不一样 明英洲的龙虾实在便宜 最近几年好像是 上升到多少了 今年去年好像达到一千四百多亿美元了 那几年以前好像都没有的 数字很大呀 对吧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会直接去挑战川普 川大爷 你给我玩 你捅我一刀 我捅你老门 我直接要 针对你的票从而来 这种做法吧 第一 川普这个人 或者全世界的人一样 虽然有国家 有组织有政府在后面 作为你的好顿和支持 或者是你而运营的这些系统 但是人与人之间毕竟是有感情的动物 对吧 有感情的动物 或者感情有时候占很大的因素 你去伤害他 直接捅他一刀 就影响他的其中选举 宣布要说能不能影响 你就直接对他的票从而来 川普 他能舒服吗 对吧 川普那样的人 特别喜欢报复的人 你说他 下一步会怎么做 第二个是 川普为什么打这个贸易战 为什么跟别的国家 在打这个关系战 对吧 他就是觉得吃亏了 就是觉得美国在跟很多国家做生意的过程度家 吃了亏 贸易不平衡 你中国跟美国有贸易年差太大了 就等于你占了我太多便宜 所以他本来 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是降低 中国和美国的贸易年差 那么 你这样一打五百亿又打回来 一压翻压 抱歉 那么等于 你这个贸易年差的问题 没办法解决吧 贸易平了很多 就这种实现不了 对吧 川普现在还在准备一千亿 对吧 中国现在也准备了一千亿 这样算起来一千五百亿 就各自的经济 这个产值 价值来讲 那都还不是算很大 对吧 都谈不上了伤筋动物 都谈不上伤筋动物 对某一些产业 某一些地区 那么民众或者商家是有这个影响 但是呢 对整体国家的经济 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影响 所以呢 还算好 但是问题是 以而反而的结果 是原来想通过贸易的这种 增值来解决贸易平衡的这种努力 就 没有了 反而增加了 反而增加了第一 除了贸易的年差 还增加了第一 那这样的话 情况 就会一步一步失控 就一步一步加大 一步一步加大 一步一步失控 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 川普这个人啊 也是近来观察也流泪 哎哟你这样通过的货仓 不敢不敢 不玩了 我得停一下 看能不能通过我的其中选举 或者是我看看有其他什么方式 哎哟我不玩了 或者我改变方法 或者我就要继续去谈判 再一个是 中国也感觉到 哎 你来五百亿 我可以 我还你五百亿 但是你来一千亿的时候 我不跟你玩一千亿了 我还是跟你妥协一下 或者说呢 我还是要继续跟你呢 想办法我们私下谈 不完全放弃跟你谈判 也不能完全跟你硬定 以税 反税 以税打税 那么中国做出一些样本 做出一些妥协 那么呢 失控的可能性就降低 重新回到谈判桌上 这种可能性 当然是存在的 而且是比较大的可能性存在 川普也可能变 因为川普这个人 除了有反而的事情做多了 对不对 翻脸不认人的事情做多了 对不对 然后随时调整他的政策 也做了不少 所以他随时都可能会改变 川普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总统 他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有个性的总统之一 他可以敢成了责任 敢干 不可琢磨 这也是全世界领袖 对了美国的总统很头疼的地方 问题是习近平这边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团队 你这个团队是不是真的理性的团队 还是受制于民策主义 受制于现在觉得很牛 我的内需市场很大 你现在这个500亿 占我整个国民展示的 百分之二点几还是几 还是零点几 我没有看出这个数字 比例很低 无所谓 我再打1000亿 也没有多大的比例 我还可以跟你玩 看谁玩得过谁 我是天下都是我的 我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 你川普 你会受制于民意 你会受制于选票 你会被那些企业家游说 对不对 你现在美国有哪个企业 一定规模的大型企业 没在中国形成的产业力 这个产业力 会由于中美贸易战争 当然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所以 中国这边还怎么判断 如果彼此之间继续误判 或者是彼此之间要 要装一下 或者是彼此之间要 要显示出力量出来 那么 这个实况的可能性就是继续玩下去 继续玩下去的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对美 川普就算是票数输了 但是我讲了 中美贸易战之所以是持久之战 就是中美结构之战 结构调整 所以谁当总统其实 都不是关键 关键的是这个 是很难改变的 当然有的人提出来 关键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 但是你告诉我 还有哪一些方式 更加直接 对吧 能看到的现在关键就是一种主要的 一种能够马上进交的一种方式 所以川普会 一数计数 这个 中国不让步的结果是 那么 你未来 在很多的领域 将会遭到美国的 更严厉的封锁 更严厉的限制 对吧 你自力更深 你自己生产铁板 对吧 你自己去生产各种 纺织的产品 纺织都很困难了 因为现在全面防止中国间谍 已经是西方工业国家里面的主要共识了 对吧 不让你投资 某些敏感的领域 已经是工业国家的基本共识了 不能转样 高科技技术 已经是一种基本共识了 因为你的2025的制造方案 整个会把西方的驾驶电脑给毁掉 因为你是使政府的力量 来去参与 这些高科技领域的全面性的竞争了 对吧 美国为什么要反冷断了 对吧 你微软做得那么大 最近就面临反冷断的挑战 对吧 为什么 因为你只要一家企业冷断起来 别的企业没办法生成 整个市场的公平机制 健康机制就建立不起来 对吧 政府那就更强大 政府的冷断 那比一个企业的冷断 就更可怕 如果中国以这样一种政府 全面介入的方式 去发展 生物科技 机器人 通信领域 等等一系列的 高科技领域 全世界的很多高科技企业 就没办法活了 对吧 没办法活了 这种很基本的道理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 跟习近平讲 有没有人跟习近平讲 这样下去 无心中间 中共自己都没有搞清楚 有一天突然发现 西方的工业国家 都是我的敌人啊 大家不要看到 毁败开那个奇怪高红会议 那几个奇怪 或者元首之间的争吵 甚至还有川普 这样很不礼貌的 辱骂 但是你要知道 他们最大也是亲近的 价值观一啊 整体第一啊 他们是尊重法治 尊重人权 受之名义 增上市场经济的工业国家 这些工业国家 所以他们在这方面 如果面临中共这种 2025的整体的国家 战略不进行调整和改变的话 西方国家 联手在一起来限制 中国的 科技的增长 几乎就会成型 最终是 比中美贸易战争 这几个商品关税 要严重很多的结果 那么这种结果 尤其是在中美贸易战争 这个失控之后 虽然跟全面开战还有距离 但是封锁和打压和控制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发展 而这样一种做法 那是使原来本身 让中国的企业 能够跟世界的企业一起 来走向高科技的发展 用高科技 成为经济增长 最大的动力源 成为改善人们生活的 最大的动力源 那就不一样了 中国很有可能失去了这次机会 情况 不亚于 当年的闭关锁国 大清皇朝的闭关锁国 所以我希望 这个 习近平啊 跑到这个刘工岛去 刘工岛上去 有没有 在自信之前 有没有自信 有没有 真正 去反省 了解 掌握真实的情况 不是说 你回过头来 去实察一个黑潜艇 你就认为你就威武了 中国是一个 中国是一个 海军具有战略武器的 这么一个国家 正好很讽刺 那个时候人家在谈 朝鲜的无黑话 习近平主席 走上了 黑潜艇 上天下说 我让金正恩无黑 我自己有黑 我够黑 但是 黑武器这个东西 你是打仗用的吗 你是和平的保护森 是战略威胁用的 不能打呀 真正打不是第三次世界大战了吗 所以你去了个黑潜艇呢 哎呀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今天 点点今天事已经太长了 有一些话 留给未来点点今天事说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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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